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来争战几回 不绝横吹向天北 太平情常在 天国群音归 前朝旧事 如流水 把酒细说是非 不在其中不流泪 旧风不沾长 苍茫人已醉 旧风不沾长 苍茫人已醉 未尝愿 滾开,你这个混账 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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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手 怎么回事 你问他 怎么回事 他们要分钱 还打人,上来就打 他胡说 先来了一支船 他们上去要收礼金 我问他们怎么分 他说分什么分 与我们没事 后来就说好了 等会再来让我们分 刚好又来了一支船 他跟船老大认识 打了个暗号 连船都没靠码头 就把他们给放掉了 是不是 是,那是江藩司官船 李道台有令,免解 他们要捣鬼 李道台说放 自有放的道理 不要那么认真 是 来 小总编 刚才有一句话 我正想同你说 两个李恰同在一个码头 那就是同一家的兄弟 我想从今往后 不论谁加收了礼金 不要再分拥我 一家一半 你看如何 好 好 文乡义气 是条汉子 好 以后我们就是兄弟 好 好 请 多谢李道台关照 一路上李恰门很够意思 对吧 小意思 你这就太不够意思了 来人 在 李大人 这 给我搜他的船 是 别别别别 别这样 李大人 这 李大人 这些不行 我知道你现在买卖做大了 你到底要多少 我要你整船的黑货 你 大人 三船都是司严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 什么 这 鸦片 李大人 老兄 过来 看来我们得管你犯了 李大人 别别别别 走 走 走 李公昌 你小子等着 大人 李公昌到底有多大的胃口 真是欺人太甚 看来这事没那么简单吧 明媛 看来你得亲自到南康府走一趟 是 大哥 哥哥 我辛苦 哥哥好像有什么心事是吧 没有 好 又倒是在家靠父母 出门靠朋友 像我常温香自幼父母双王 无依无可 生来只为朋友做事 大哥有什么难处 尽管对常文相说 有什么气 我帮你出 有什么仇人 我帮你杀 我哪有什么仇人要你来杀 好 大哥 那你为什么闷闷不乐 你听那小曲唱得多好 commerce дж道 re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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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微 demand 导 takes 也不然就是有逆下 小曲唱得多大 长 Viv完成 我去哪里 想听点什么 唱个喜庆点 喜鹊行吗 行 见人热闹的唱吧 一直唱到我们走 好吧 大哥请坐 好 大哥 我给你点个喜庆点的 好听吗? 来 为我们在江西相识 来 我敬你 哥, 我敬你 来 今天无罪不休 谢谢大哥 大哥 我敬你 来 好 慢点 慢点 大哥 慢点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慢点 没事 慢点 没事 慢点 慢点 来 来 救命啊 芙蓉 芙蓉 芙蓉救命 芙蓉 芙蓉 我来接你了 芙蓉 我来接你了 芙蓉 芙蓉 我来接你了 芙蓉 来啊 芙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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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 芙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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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老婆 明白了 不 他不是我老婆 他不是我老婆 大哥 他不是我老婆 陳部堂不在南康嗎? 他昨天到九江亭自營去了 不會是故意奪我吧 大人這話說到哪去了? 請坐 當年陳部堂和趙遠去南昌參見番司大人 番司大人不是也不在家嗎? 對 當時我不巧到吉安去了 番司大人這次是不是為外甥的事來? 趙遠說話痛快 我這個親外甥 他老了管不了他 我也管不了他 小打小鬧也就算了 可是他這回做得實在太大了 他幹了些什麼? 這是三條船上的私貨清單 請大人過目 太不像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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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司大人 您說這事該如何處置? 按律言稱 殺頭也不過分 大人憐憫 我很為難 趙遠 為了我這個不爭氣的外甥 我的月仗三天兩日的找我 那人日夜哭哭啼啼 逼著我來南康 求陳部堂和趙遠你高抬貴手 那您的意思是? 放他一馬 給他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這個事讓趙遠為難了 這個案子在整個干北已經鬧得沸沸揚揚 如果不了了之 那將軍的禮局也就不了了之了 無論多大損失 由我番庫來補嗎? 不不不 銀良好說 銀良好說 人心那是番庫能補得了的嗎? 不過李道台 研究此事 你就能脫得了甘息嗎? 此話怎麼講 你心裡明白? 趙遠不明白 你收了他們多少銀兩? 你收多少? 三次 一共是2634兩 不止 加上最後一次一共是… 5786兩 還是趙遠比我明白 那錢是給我的嗎? 你裝糊塗 我怎麼把他當成禮金入賬了呢? 我要是早知道 好啊 你耍我 趙遠岐敢 范思大人不信可到禮卡賬上細查 5786兩 分毫不差 你 范思大人您還有事嗎? 如果沒有 我陪你到柏陽湖上轉轉 好 溫馨了 小二 來上菜 好嘞 來坐 二位吃點什麼? 點好的菜 好 等一下 我們一會再叫 好 通知你們卡子的人最好躲一躲 怎麼了? 上菜要求各地團練衝擊你們李洽 出什麼事了? 你立即騎快馬通知南康李道台 就說各縣團練要衝擊縣李洽 要各地理局做好準備 是 還有 行刺派的人要抓著八眼 告訴李道台 將八眼關牢靠 去吧 是 站住 你回去告訴李道台 相信我就用我 不相信我 乾脆他把我走 這…這我… 滾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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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人 憑什麼 陳大帥的官房 陳部堂官房? 一會兒是侵差禮部侍郎 一會兒又侵差兵部侍郎 到底是什麼了? 你是不是想找死啊? 四者等木制官房 什麼人不能偽造啊? 來人 抓起來 走… 你們幹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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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D 嗯 哇 各位, 你們好啊 我非常贊同陳不堂的話 不嚴懲不足以平民分 不嚴懲不足以警百官 不嚴懲不足以鄭世豐 不嚴懲不足以衛將軍 望府台大人言必行行必活 大人, 我們是這樣處置的 幹被各州縣衝擊李恰的地方團練 處罰遣散 被綁架的將軍李恰人員全部放回 傷殘者給予撫恤 被砸毀的李恰正在修復 至於侮辱布堂大人官方的支縣瑞昌 隔職關押, 現在南昌聂司監獄 好 普台大人聂司大人秉公執法 果斷伶俐 陳某十分欽佩 還有, 你們查獲番司人員走私案 案情重大, 錯綜複雜 最近南昌發生兩起血案 都與那八眼有關 今天我和謝聂司專程前來 就是想把南康的人犯押回南昌 並案處理 不知陳某堂肯不肯撒手 這批案犯押在南康真是提心吊膽 勞力費米, 就像手捧刺猬 早想交給聂司了事 岂有不肯撒手之禮 陳某卻無知不得 如此甚好 謝聂司, 你去辦理 我和陳某堂在叙叙舊事 趙元, 你去吧 好 鐵正如山 這次可以參了 趙元 這個奏折還是由你來起草 學生已經寫好了 請老師過目 好 陳啟邁已就離局之事上告了朝廷 不妨再加一片 陳述將軍不得不辦離局的苦衷 並說明干北所見各局 全部歸還江西 這樣也對 既能使朝廷放心 又能和新任的巡抚相處 參教陳啟邁 新巡抚還能是誰 非老是莫屬 就算是個熟理巡抚 咱們在江西的日子也就好過多了 那也好玩吧 好 好 老爺, 你看 給我了 給我了 老爺 這陣子是怎麼的? 一陣風一陣雨的 怎麼? 又不高興了? 沒有, 我很好 那我告訴你一件事 江西可是來人了 增強出事了 那倒沒有 他是來接你的 是嗎? 老爺, 不能不會去的 你可以去, 但不是現在 小展強他哪裏知道 池打開的五萬人馬正返回江西 李秀城的十萬大軍也正從安徽兵犯江西 那邊兒不太平 老爺 你能不能想個辦法 快些把藏槍給調回來 你對蕭藏槍的生死 倒是滿關心的 他畢竟是我男人 大人, 總督大人有急劍 總督大人還嘱咐過什麼話? 沒有 你們是小總兵嗎? 是 上 上 上 下 下 這怎麼 三強 三強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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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了 三強 三強 是他 關寶 殺我 關寶 為什麼 這到底是為什麼 快說 他讓我 他讓我 接你們的香銀 殺我 滅 滅口 再瞧 你別著急 你再說一遍 他 他要我 接你們的將軍香銀 到江西的邪相 是 是我接活的 他要殺我 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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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西 你知道我是誰嗎? 看清楚了 我就是那個被你打了一槍的將軍少長 什麼 你 我 兄弟 我對不住你 我 我 我是 我是為了老婆 又折命啊 我想 我想 關寶 他是個 是個不赦的 壞蛋 我 我要殺了他 要殺了他 要 殺 贊 贊兄 贊兄 贊兄兄 您醒醒 贊 贊 荒唐之急 你 布唐大人 請相信我 我相信你什麼? 常文香啊 常文香 你讓我說你什麼好啊 常文香 即使是本布唐相信你 別人能夠相信你嗎? 就憑你剛才講的這番故事 就能還你一身清白嗎? 管大帥是何等人 豈能做出這等惡事 空口無拒 怎能置他於死地呢? 布唐大人 文香死裡逃生回到江西 指望的就是您能替我做主 為死去的弟兄報仇啊 大人 早知如此 那真是生不如死啊 文香 把這件事忘了 埋在心底 對誰也不要說 為什麼? 布唐大人 這是為什麼? 就為了現在還不是追究這件事的時機 就因為你是將軍的人 為了不連累將軍 大人 也為了你不禍籍自身 文香 文香 我會不禍籍自身 參見那軍們 那軍們 布唐大人怎麼說 那軍們 我沒去見他 為什麼? 为什么 明知说劣势白说 何必再多此一举 文湘 你的处境我是爱莫能助 不过布唐大人的话是有道理的 你委屈求全吧 大军们 这么说将军兄弟的血就白流了 我这口气就永远这么憋着了 此仇不报我还算人吗 我死都不明目 文湘 你想过没有 即便你说的句句实情空口无凭 你又能把他怎么样 官宝肆以妄为 必定在朝廷根深蒂固 就算你有凭有据 未必能扳得到他 怎么说 我们就毫无办法了 我是说眼下 眼下恐怕只能这样了 纳军们 正 那我怎么办 我怎么办 离开江西 离开将军 我可以 为我自己 不 文湘 官宝在江西必定沿陷遍地 你的处境危险 你懂吗 我知道 你为将军出生入死 立下汉马功劳 这样做对你不公平 可是眼下 我能做的就这么多了 我能做的就这么多了 这些银子微不足道 路上做些盘缠 这些银子 剩下的这点房产做个小辈生意 好好过日子去吧 纳军们 芙蓉 你 你杀了他 你说什么 你这卑鄙小人 是你杀了他 你胡说 你疯了 你把他还给我 来人 你把他还给我 你把他还给我 来人 来人 你把他还给我 把他给我拉出去 快 拉出去 你这卑鄙小人 把他还给我 我给了他 我看他 我看你 你 他 我看你 好 我看你 你 我看你 放开 我看你 我看你 你可真是条玉麒麟 您专言之间又一支崭新的水军诞生在你手里了 这得感谢你左大人 还有府台大人的支持 对了 前两天有人跟我说 罗府台有个蛮女今年十七岁 自幼喜爱诗书 精通琴棋书画 据说模样也不错 只是心气太高 至今还戴字归忠 罗夫台和罗夫人都看中了你 那个蛮女也万分同意 是吗 听说背地里连生辰八字都给你喝过了 左大人 大概是你想当这个梅吧 怎么 你心里还想着那个冷梅 也太死心眼了吧 不是我死心眼 是我忘不了他 你们看看 隔职留刃 一定有人为陈其脉说话 再猜 我就不信参谋到他 不必了 朝廷自有朝廷的道理 不行 参谋到陈其脉 将军在江西永无立身之地 报 亭子有战报 亭子有战报 你们看看 看看 报春亭被围了 那启伯 你带兵去 是 告诉报照不要恋战 突出重围之后 把亭子营全部带回南康 遵命 弟兄们 来了 救兵来了 给我打这把贵儿子 报警警警 前布团和大军军命令你不可恋战 什么 这是大帅的命令 是 奶奶呢 弟兄们 先放过这把贵儿子 给我撤 来 参见大帅 春廷回来了 都回来了 你说这打的什么鸟杖 眼看让贵儿子给跑了 收出南昌有你的仗打 大帅 长毛公是迅猛 瑞昌、德安、星子都实现了 赵言 你给朝廷报个奏折 是 慢 写三份折子 分三次奏报 明白了 瑞昌失守、德安失守、星子失守 陈起迈、陈阔川、上诉者 一个告急一个叫苦 你们说 该怎么处置他 皇上想如何处置他 朕问的是你 陈臣二人不和 势必给长毛造成可乘之息 使他开李秀城十几万毛贼 江西奴才以为军情为第一要务 请皇上圣采 臣其妈也太不争气了 太久不要再留任了 江西巡抚 有湖南不正使 余有任疏理 你只去吧 喳 大人 余有任道 快请 请 陈不堂 余大人 久违 想不到你我会在江西会面 就是啊 请 一路上我在想 人和人应该好好相处 对 没准什么时候再一块又弄到一起了 是 你说是不是 余府台受命于危难之时 收拾江西全靠你了 来 请坐 哪里哪里啊 这就仰仗将军 仰仗将军 不但我们江西要仰仗将军 就连我余有人的身家性命 也靠将军来保啊 余大人过奖了 不不不 肺腑之言啊 想当年不是将军来保卫长沙 罗道台和我们这些地方官员的脑袋 早就成了一堆骷髅了 是不是啊 陈不堂 老爷 老爷 老大爷 他 发生什么事了 老大爷他去世了 老师 老师 有人走了吗 走了 这是他给你留下的一千两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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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志扩绝了吗 九爷已经上路了 老师 老师 是不是要等皇上披下来再动神啊 不 我打算明天一走就走 老师心情不好 路上多多保重 我这一走不知何时才能回来 将军就交给你和纳军们了 走了个陈起脉 老师 来了个余有任 长毛大军压境 江西的局势依然很难啊 还望你好自为之 老师放心 我们一定会保护好将军 只要有兵 不怕没权 大老爷 大老爷到 大哥 站住 你是谁 是 大师喜悦跟我来 好 好 快 你 来 有 我 我 不 你 你说 大哥, 你起来吧 大哥, 你要多保重 臣府不像在军中, 嫁归森严 你怯身未明, 惹丧气间不要乱走动 回到家里, 老爷就有家里人照顾 你就不用费心了 是, 夫人 这些年, 你跟随老爷吃苦受累 但竟受怕的 我和孩子们都很感激你 快把衣服换了, 休息休息吧 你就住在这间屋子里 早中晚饭都会有人给你送过来 夫人 有什么事让家里人通知我 离这不远, 我会经常来看你的 好了, 我先走了 夫人 有事吗 老爷换洗的衣服都在柳条箱里 还有洗身止痒的药都放在陈桂的包袱里了 还有笔墨纸叶和奏折我都放在书箱里了 还有三爷的一包东西我也放在里面了 好, 我知道了 老爷, 三爷的这些东西您看 来 快去一包东西 快去是 来 好 找一包东西 他 快去 谁 快去 很快去 老爷 三爷的这些东西您看 给狗娃绣一座衣冠种 过拳哪 别毕竟 好 啊 老爷 喜悦心细吗 还不错 勤快吗 勤快 那老爷结着合适的话 就选个日子吧 瞎说 守治期间怎么能谈论这种事 我看终治以后再说吧 再过三年那可是苦了他了 我看终治以后再说了 我看终治以后再说你怎么办 我看终治以后再说出事了 我看终治以后再说出事了 一大早就走了 去哪了? 不知道 你也没问问他 这个他也没说 阔皇 老九回来这几天怎么样? 老九回来怪怪的 除了在老太爷灵前磕了三个头 叫了声爹 就没再听他说一个字 饭也不吃就睡觉 一睡就是三天 醒了又不知道哪去了 老爷 你们兄弟俩是不是闹别牛了? 这儿 这儿 小师父 今天早晨有人来过这里吗? 有 跟你一样骑马来的 他来这里做什么了? 没做什么 牵着马站在那儿 看了一会就走了 从哪边走了? 那边 往那边走了 小师父 你这是给谁刻的碑? 我爷爷 一瞧 那就是他的碑 你爷爷是干什么的? 刻碑的 这些将军的碑都是塔克的 这一片都是将军的坟吗? 嗯 都是 我爷爷说 有一千多人呢 年龄最大的四十八 最小的才十五岁 是 要是他们都活着 大的可以抱孙子了 小的 也该娶媳妇 抱孩子了 我是说 你跟你爷爷在这儿 刻了多少年的碑 五年了 将军也是打了五年账啊 一开始 爷爷是要收钱的 后来 就一文钱也不收了 为什么 不知道 他只是 老念的 一边刻一边都呢 不能再刻了 不能再刻了 可一座碑就是死了一个家 谢谢你爷爷对将军烈士的一片敬意 我就请你给你爷爷比一块大碑 比这块要大十碑 我爷爷是不许我收钱的 不 这个钱你一定要收 这是全体将军将士对你爷爷的一片敬意 小师傅 这 拜托了 嘅 乘祸川 未知不可长宝 金玉满堂莫知能守 富贵而骄自宜其旧 激流身退天之道也 阔瓦 好 在下紫田局势也好 你还真成了桃源主人了 出事非如愿眼下随我意了 真难为你了 说实话大哥 本来我还是心有不甘的 可是现在 当初要是知道紫田山有这般天地 当年我还真不会跟着大哥去闯天下 听此话的意思 你还是心有戒敌俗念未尽 修尽所有烦心 能修断骨肉之情 兄弟血脉了 大哥 我想你 我也是 兄弟 大哥 九爷 你自己吃 吃 吃 张嘴 你自己也喝 喝 张嘴 九爷 你经常来我们的地方是吗 你怎么知道 九爷大名丁丁 谁不知道啊 我最喜欢九爷这样的人了 真的吗 你来 你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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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给 不给 九爷 都滚 滚 什么九爷 白吃白喝 不给钱 这不要来什么 全滚 什么九爷 我看他没钱 给我滚 钱都别在这儿待着 行 来会儿来了 里面请 好心心 胡爷 里面请 大爷 干什么 你 别走 你怎么不给钱呢 怎么回事 他不给钱 他不给钱 舅爷 咱们乡里乡亲的 谁也别难为谁 请扶账 把我的账寄到兵部侍郎 乘过山的头上 舅爷 你懂不懂规矩 什么规矩 什么规矩 干咱们这行的规矩 盖不说欠 想打架 老九 老九 家里那么有钱 出来竟然这么丢丑 陈家老九 老爹死了没过武器呢 出来嫖娼还不给钱 这陈侍郎这么大的官 满口忠孝结义 就这家叫 什么事 什么事 今天这件事谁要是说对了 这锭银子就是他的 九业嫖娼不给钱 九业嫖娼不给钱 李老爷的兄弟 谁在多管闲事胡说八道 我就把他送到县衙门 家所失众 家们不幸让原渡先生见笑了 布团大人 您不必烦恼 阔拳不过是心情不好 一时糊涂 原渡先生 到香香有何功干呢 布团大人 原渡遵照九将军信中的意思 招了三千平江勇 如今训练的还可以 随时听从布团大人的调解 好极了 将军在江西作战兵源损失惨重 如果你能带三千平江勇入干的话 那可真是雪中送炭 布团大人什么时候回江西 圣上准我三个月的假期 回来途中用了一个多月 我再有一个月就该动身了 原渡我就回去细细的做些准备 核实动身 布团大人通知九将军 提前几天告诉我就行了 阔拳这副样子却学少教的 能不能回到军中再做商量吧 布团大人 这一天也许我不该多嘴 九将军与我同窗读书 他同脑聪明 自幼胸怀大智 体格强悍 而且好勇斗胜 他很适合带兵大仗 乱世江长正是他用武之地 望布团大人不要因为他的一点小瑕疵 埋没了将军的一员大将 误了他的一片虔诚 多谢袁渡先生的一番好意 布团大人在下告辞了 恕不远送 上去 起来 起来 站起来 站起来 你给我看看 看看你现在是个什么样子 笑 你还笑 笑什么 在江西你不好好带兵 在家里你不好好守孝 臣家的脸面让你给我丢尽了 那怎么办 要不你把我也给杀了吧 不过要想个好一点的法子 最好是朕忙什么的 放肆 你怎么可以这么跟我说话 我要怎么说 你又让我怎么说 我要说的就是你少管我 论军法你是私通太平军 论家法你是陈家的不孝子孙 我不管你谁管你 我管不了你 谁还能管得了你 难道还要让你把你做到天上去 要说作孽的人恰是你 你满脸的道貌黯然 实际上是一肚子坏水 你杀了春枝把三哥给轰出了人间 你还有什么脸面去面对爹爹的灵鹫 满嘴里的人意道德 恰恰的就是你 恰恰就是你用别人的生命换取你自己的顶带花铃 你这一生永远是为你自己 你是个伪君子 是筷子手 混蛋 爹 你为什么死得这么早 儿子这一肚子枯水 你让我向谁诉 你和母亲大人还记得春枝吗 她死了 她被人杀了 难道一个人的生命 真的就那么不值钱吗 难道她真的不配做陈家的儿媳妇吗 难道她真的欠陈家那么多的情吗 你们二老告诉我 她给谁杀了 是谁杀了她 是谁 是谁 谁杀了她 谁杀了她 是谁 都不要担心 都不要担心 让她哭吧 哭出来 会好一些 满女 快进来 满井 是月姨妈 今天我姐姐回来了 我妈妈让我陪你睡 是谁让你这么喊的 妈妈 不对吗 对 对 你来陪我 拜这个干嘛 我教你仿线 我妈妈说了 我们将来出嫁了 要学会仿线的 刚进来的媳妇也要学会仿线的 而且一天要访三四两呢 如果访不好就不许睡觉 这是我爸爸定的 那你妈妈也放心 还有 кто 我妈妈也安心 不许睡觉 呼吸 她叫她 我叫她 原家那女儿不大人 怎么了 少的说 堂堂不堂家 这女儿就拿二百两银子钉相跌 大发将花子 贵都不信的 老的说 亲家统帅十万大军 原家全家南京二十余口 没有一个立过功受伤的 谁说的 想什么话 将军打仗 你夫家没有一个人从军 如何能得宝局 父亲 父亲 女儿也是这么说的 可原家说 别人家三岁的儿子 都因军宫保军做倒胎了 老爷 真有这种事吗 别人是别人 可别人能做 你为什么不能做 女婿又不是外人 乱用朝廷名气 乱使皇上恩典 别人再怎么讲 我也不做 章女 你回去跟你夫君说 好好读书 不做肺为 当初原家提心的时候 我就想过 老的嘛 当过倒台 官换子弟 师叔人家 子弟嘛 也差不到哪去 谁想到 都是女儿命不好 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讲清楚 请父亲教训 人有三岗 君为臣岗 父为子岗 夫为七岗 君可以不忠 臣不可以不义 夫可以不辞 子不能不孝 夫可以不敬 妻不能不闲 我和你母亲都知道你受委屈了 但是你守住了做人的根本 我们都很高兴 谢父亲大人教诲 去吧 歇息去吧 好 夫人 满女今年十几了 十一了 有人提过亲吗 长沙胡道台家 南昌李番思家 还有静岗薛守卫家都托人提过亲 因为女孩小 老爷你又不在家 我都慈谢了 满女的四个姐姐嫁的都是官患人家 她就在乡乡找一个平民百姓吧 贫苦些没什么 只要人好就行 你不试试吗 行啊 来 来 原来你会 我不理你了 满女 老爷 大哥 张女又被她夫婿打了 就连袁家都敢不把咱们陈家放在盐里 就因为这 我想让你带几个人去一趟袁家 想办法让他们变得聪明些 李元渡稍息来问 他什么时候去江西 你呢 你打算什么时候回江西 我不知道 你还在生我的气 我在生我自己的气 你还是在生我的气 九弟 你呀 你让我怎么跟你说呢 你我毕竟是义母同胞的亲兄弟 我的事不能让你由着性子胡来 要记住 这人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够做什么 男人要成大器做大事 岂能纠缠于男女私情的事 这战场上 成山的尸体 成河的血你都没掉过一滴眼泪 算了 不说了 现在江西的形势不错 星子、德安、瑞昌都已经收复 孟雨林的水师也已经到了 现在三个月的假期已满 我希望你能够带李元渡 一同回去 你不去吗 再过几天再说吧 前几天我给皇上写了本奏折 教李公昌待发 等有了消息 我再动身 原家叩拜父堂大人 公公 老公 你怎么了 福旭 你脸上怎么了 壮的 全是壮的 朕读一份陈阔川的奏折 你们听的是什么意思 陈虽说奉旨都师 但是却毫无权柄 处处置走 细查今日局势 若不担任巡抚之类的大员 没有管理官吏的实权 实在是无法带兵打仗 是以都师江西 尤其臣不能奉旨 卓请开去兵部侍郎一缺 再加忠于智 这不是公开向朝廷伸手要关吗 原先还吞吞吐吐的 油爆皮把半遮面 现在竟然撕破了脸皮 赤裸裸的向朕要关要绝 这是读书人的行径吗 这是研读理学的本分吗 他回乡奔丧三个月 江西的军务也没有塌了天 反而他在那里的时候 败仗倒是打得不少 他以为他是什么人 封江大利 朝廷自有打算 岂是他一个团练大臣所动之的 苏顺 臣在 听朕述旨 是 皇上 御臣阔川 朕见过你的奏折 简直是庶省军务 你一身承当了 试问你的才华 你的能力 能打得到吗 你平时自夸自大 以为无人能比 可是事到临头 却又张簧失措 简直是一笑天笑 既然你口出狂言 又伴给朕看 陈国川 卓开去兵部侍郎一职 再及守志 你指来看 请皇上预览 陈国川一再臣请 请此恳切 着赵所请 准其开去兵部侍郎之阙 暂行再及守志 将其如有缓急 及行前赴军营 蘇顺 臣在 这是朕的旨意吗 是你的意思吧 皇上喜笑怒骂 结成文章 臣冒昧猜测 皇上本意应该是给陈阔川 留有余地和脸面 皇上 现在是识君之路者多 分君之优者少啊皇上 好, 就依了你 谢皇上 老爷 您看谁来看你了 金浩 你怎么来了 西港 我听说你病了 没什么 小病 只是有些发热 乘位 没你的事了去忙吧 来 不容于朝廷 又不容于士林 简直是无味的很啊 西港啊 我跟你说个笑话 当年住在柳庄的时候 有一次我要款待一个贵客 一大早就让儿子到集市上 去采购些果品和蔬菜 结果过了中午 这小子还没回来 你猜怎么着 来 来 那怎么着了 我跑出去这么一看 这小子跟一个挑精货担子的汉子 两个人挤在一个田梗上 就这么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谁也不让谁, 谁也过不去 就这么你看着我, 我看着你 待了这么长时间 没错 大半天 我懂了 靖浩 你是让我挺住 这只是其一 那其二呢 天下之事光在局外议论 这些人呐喊毫无益处 必须攻亲入局 好 你想怎么样 主动出击 再上奏折 为了你跟将军 必须跟朝廷叫板 这样太危险了, 靖浩 你要让皇上明白 好, 靖浩 当今大清朝不能没有将军 当今的将军不能没有陈西耿 靖浩 我劝你不要胡来 上次的教训已经够了 西耿啊 且看老父的手段 李兄们 打进东乡 放假三天 冲啊 啥子想 将军 李元渡带着人马 向西门方向发起弓箭 是银石吗 这么提前了 李元渡这个王八蛋 找死啊 给我拿刀了 我就知道你这个贵儿子想的啥 你这个王八蛋 你一张嘴我就能看到你屁儿 你说你不就是想想脱宫吗 鬼儿子 我看你是昏了头了 可你也得有这个本事啊 要不是看在九将军的面子上 狗日的我会救你啊 抢啊 你倒是抢啊 抢来抢去 这功劳还不是老子的 好啊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 报诏不按约定时辰发兵夹击 以指李元渡孤军作战 幸而李元渡调度有方 先败后胜 兼敌三千余名 李元渡着受无品顶带参将前 报诏遗物军机 北英严惩 苦念其一向作战勇敢 鱼身赤 以事博逞 谢恩 谢主隆恩 王八蛋 哪个写的奏者还不行啊 出轨了 这回真的出轨了 李元渡你这个王八蛋 你整我不要紧 你怎么向弟兄们交代我 谢谢大人 不打东向 不打东向了 撤锅子 李元渡 你鬼儿子有种 报大人 你可不要骂人 我骂你怎么着 老子我还要打你呢 你跑 你跑 李元渡 你就是跑到天涯海角 我也要把你刮了 于福台 请将军立即攻打九江 你说的是哪个福台 江西巡府 说的就是鱼有刃吧 巡府大人的名讳是你叫的吗 白仆 纳其谱整日沉浸在罪乡 孟玉林以化美为乐 朝廷是三天两头都发来旨意 发来庭计 催逼肃杀江西的长矛 可是谁又听我的呢 最难缠的是暴赵 他整天像马皇一样盯着我 想我要李元渡 赵元 这个事你一定要帮我个忙 于公 这暴赵是头野豹子 他认死脸 纳其谱孟玉林清高 平时他们都跟我有些格格不入 以愚公的威望吧 他们连您的话都不听 恐怕是爱莫能助了 你不如把将军的近况如实上奏 这样皇上不就不会怪罪你了吗 豹将军 你这是干什么 我想看看 你们这些读书人的脑壳里 到底能装多少瞎话 你怎么说 是我偏听偏信 李元渡那鬼儿子呢 保证 算了 于公已经知道自己错了 对吧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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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谁回来了 是京浩 娃弟回来了 快去坐吧 听说大哥病了 受人之托 前来看吧 何人之托 大哥的老相识王道人 他怎么知道我病了 他不仅仅知道大哥病了 而且还知道您得的什么病 他知道我得的什么病 大哥得的是抑郁之症 他说这种病夜不能寐 一旦睡着又噩梦连篇 那我这病怎么吃 他知道我得的什么病啊 大哥得的是抑郁之症 他说这种病夜不能寐 一旦睡着又噩梦连篇 那我这病 那我这病怎么治啊 他说凡病所起 皆源于人之七情 怒忧悲恐惊思稀 皆与气息有关 气息一旦紊乱 故声欲劫 大哥睡梦多 是因为思虑太多 也就是说大哥心事太重了 所言及时 三弟有没有办法治 王道人特让我带给大哥 药方一副 什么药方 好 道德经 这我又是就读过了 就这药方 对 道德经虽了了五千言 却道出世人要绝奥秘 他说世人读道德经者则多 懂道德经者则少 以道德经地身处世者 则更少 他要大哥结合这些年的人事纠纷 再细读十遍 自然倍加领悟 世事获达 病症自然消失 但是若是有缘 我真想见见这位奇人 见即不见 不见即见何必呢 三弟 既然已经回来了 不到父亲临前磕个头吗 不必了, 嫂夫人 有道是人生即死 人死亦生 阔娃从来没有离开过父母 父母无时不在陪伴阔王 大哥大嫂 小弟告辞了 他就会冲啊 他就会冲啊 他们有事 他就会冲啊 不思论 他就会冲啊 很难啊 他就会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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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想想啊 大哥 你又来了 寇娃 你在哪儿呢 我在你看的书中 你说的是那本《道德经》吗 我已经把它细细地看完了十遍了 说说你的看法 粗看起来它是一本初试的书 可是细读后才知道 它讲的全是入试的道理 大哥 可以说是入门了 老子认为世上是柔能胜刚弱能胜强 以天下之最柔克天下之最坚 所向披靡无所不胜 江河之所以成为百川之首 是因为其最低野 大哥 说得好 回想这几年 自从出任帮办团练大臣以来 我以天下为己任 至以铁命在身名正言税 只要自身端正就可以以正压血 什么事情都可以办得好 其实是大错特错 参得清参陈起卖 仇君想办 李卡固然是干脆痛快 但是却没有想到是锋芒毕露 刚烈太甚 伤害了官场的上上下下 左左右有 表面上是胜利了 然而却给自己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给自己设置了更多的障碍 对 这些隐患和障碍 是你读多少书也想不到的 是啊 孔孟之道讲直接 老子处是讲迂回 有些事情正面应通不通的话 为什么就不可以迂回绕过呢 一柔化解 在这点上 我就不如我的学生李公昌老 大巧若拙大智若鱼 其中的道理你都读懂了吗 过去我一直是似懂非懂 现在我觉得是豁然开朗了 我走了 大哥 你可以出山了 不 阔王 等等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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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赏还兵部侍郎 二贫顶带 吉附江西处理军务 钦此 臣遵旨 驾 九将军 这布唐大人就要到了 你怎么老闷闷不乐 我大哥写信来了 说我军纪不严 他要亲自来整治军纪 布唐大人什么都好 就是做人太认真 活得太苦 太累 人生乐趣 他老人家是一点享受都没有 我大哥 他是个道学君子 不如我们抓紧乐一乐 等你大哥一来了 咱们再当苦行僧 有什么好乐的 最春楼 新来了几个厨 有一个今儿晚上开包 在下请你老人家的课 我怎么准备走 趁紫姑娘 凭你这容貌 是能赚大钱的 怎么 给你找个有钱的爷 第一次劫课 谁都会不好意思 春芝姑娘 你救了我 大恩不言谢 这点银子请你一定要收下 春芝在这里告辞了 慢 我说如今这买的不如卖的经 我是个生意人 这一年多来 我是请义抓药给你治伤 管你吃管你喝 我是花了多少银子 还花了多少心血 这个诈 你还不起 你要怎样 接客 三个月以后 还你的自由身 你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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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闪开 好了 姑娘 我可以放你走 不过 你得把玉佩给我留下 怎么 舍不得 我知道 这是你的定情之物 我们都是女人 我最敬重有情有义的烈性女子了 来 跟你剪行了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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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爷 救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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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板 朱将军 你要的人我给你准备好了 这是九爷 九爷可喜欢骑猎马 九爷真是英雄好汉 屋里边正有匹猎马 等着九爷去征服 小爷 小爷 好啊 请 猎马 我喜欢 行 野马 九哥 九哥 我喜欢 我喜欢 你这一玩儿变成小绵羊了 走 小爷 小爷 搭 你 你 年利 小爷 小爷 走 你 春枝 你醒了? 九哥 你怎麼會來這種地方? 你又是怎麼會在這種地方? 我是遭人暗算 可你呢? 我 你逛窯子 春枝 我 春枝 你閃開 你為什麼不還手? 只要你活著 打死我也願意 我活著 可是 可是你已經死了 你不再是我心目中的九哥 你是個惡鬼 你是個無賴 可我這些都是為了你 為了我? 為了我你去逛窯子 春枝你聽我解釋 我不需要聽你的解釋 我需要你回答我的問題 我是無賴 我是惡鬼 我是惡鬼 我這樣的回答你能滿意了嗎? 可你為什麼不問我 我為什麼會這樣自甘墮落呢? 都是因為你 你死了 我的心也跟著一起死 殺你的人是我大哥 我無法替你報仇 我能怎麼辦? 我只能自己傷害我自己 只能自己糟蹋我自己 我只能雄華問流 我最生目死 可我為什麼? 我無非就是減輕我心中的痛苦 當我忘了這個 我一輩子忘不掉的 恩怨清仇 你不用再說了 既然你已經死了 那麼我們的事 也早已不在人世了 從今往後 你不再是我的九哥 我也不再是你的春枝 我們倆互不相識 春枝 你殺開我 春枝 春枝 大人 你就別喝了 你很好 真的很好 大人誇獎了 坐下 陪我喝 大人 這不行 為什麼不行? 小的 小的是下人 你就讓我一個人這麼喝 就這麼乾喝 那好 小的就陪大人喝 陪你喝吧 這還差不多 你坐下 坐下 我問你 你可是娶了媳婦的人 這女人 到底是個什麼東西? 這女人能是啥? 嫁男人 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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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孩子 養供婆 不就這些事嗎? 這可真是可笑 可笑什麼? 谁也指望不上了 谁也指望不上了 来啊 大人 去 弄了套变装来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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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王 看样子有什么好消息 老虎出山了 小伙 把唇枝给我叫来 是 中王 姐姐 中了 中了 中了姐姐 你说什么呀婉妹 你中状元了姐姐 真的 我早就说嘛 除非姐姐不考 要考咱天朝的女状元 谁也夺不走的 婉妹 今天晚上咱们好好庆贺一下 你怎么了婉妹 姐姐就要当状元了 很快就会离开咱中二军女馆了 为什么 天朝的女状元 哪个不 哪个不进王府 不是当女官 就是做王娘的 冷媚姐 中王殿下派教子来接你了 殿下 冷状元到了 好 好 快请 小女冷媚 拜见中王殿下 真是世事风云 顺心万变 想不到胡广总督的千金 竟成了我天朝的女状元 可谓天下媚谈 请坐 不敢 供领中王殿下教诲 对 看来这天朝的风雨 已经使你焕然一新了 你是越发的轻易了 庄元 这还得多谢中王殿下的半马索 怎么 还对我耿耿于怀 说实话 对于这一点 我还真的感谢你 殿下 好 有冷状元这一句话 秀成当快意畅饮 醉卧三天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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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回無數才是不凡的少男少女 只有你冷撞遠 你才是我的傑作 我知道, 是你改變了我 怎麼樣?女營中的這段生活還好吧? 好, 相處得非常愉快 我們之間情同姐妹 天朝的少男少女 她的女兒本來就是兄弟姐妹 是的, 我承認 是您讓我認識了一個我從沒認識的事件 我不掩飾這一點 我喜歡 你又是怎麼對待我的呢? 我從未向你要求過報答, 償還過 把你衣袖裡的兵器給我扔掉 在這點上, 我很不愉快 你看低了我 你看低了我, 懂嗎? 天朝的綠條你是清楚的 王一煞和一男女相聚, 娶妻生子 如果我有他鄉 一把區區的匕首和剪刀 能奈何得了我中王 真是天大的笑 你是我請的才女 也許渡王府的鮮和地位 抬育了你的清高自促 但發覺你才華的是我 是天朝 我請你來 是因為我想祝賀你 想見見你 因為我馬上要走了 去前縣 也許很久才能回來 也許再也回不來了 殿下 好 啟稟中王, 時辰已到 鳴炮, 出發 給 小姐, 您釣的漢金 小姐 你不知道 我們那裡男女之間是不可以相會的 放心吧, 我都安排好了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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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 你不該來的, 孟大哥 這很危險 我能不來嗎? 我想不通 我也不明白 難道 我們的香師是錯誤的嗎? 難道 後花園的私語 將將邊的傾訴 天地可見 每當在戰場上廝殺 我拖著疲憊的身子歸來的時候 我只好走進了我的梅花打仗 梅花仗? 是的 那是我為你畫的 見不到你的音訊 我 我在天職之外 只有 只有一枚花為伴 孟大哥 你不去看 有時候 我就在想 難道我們的相遇真是錯誤的嗎 要是沒有香江邊的奇異 沒有梅花 梁司馬 你好, 冷壯元 春枝姑娘 你可以把你的槍先放下 我們好好談一談 這兒不是我的水師提督 我知道該怎麼做 你們先下去吧 是 是你殺了我 是 還有什麼好說的 我們之間沒什麼好談的 春枝姑娘 不知九將軍可在你面前提起過我 你提他幹什麼 我根本就不認識他 好 那麼 你就沒向別人打聽一下 在我孟雨林的槍口底下 從來沒有一個活口 你是僅有的一個 你相信天意是嗎 春枝小姐 你認為你的命大 也許 也許你說的都是真的 難道這是也許嗎 我也曾經納悶過 也曾經猜想過 實話告訴你吧 我根本就不認識你 我是為了九將軍 行了 我們該走了 上哪兒 見李秀成 怎麼可能 梅華將軍 可慕日久 今日相見 終生無憾 能夠得到忠王的讚許 也許也是一件快樂之事 就算你我這次相見掉了腦袋 就算是他不合算 但我毫無怨言 是誰 愛聽好話是人的天性 這馬屁拍合適了 確實招人喜歡 我尊敬的 是我值得尊敬的人 至於我是什麼人 你也可以問問你們的冷狀元 我? 我為什麼要問別人 我只相信我自己的判斷 冷狀元留下 其他的人門外候著吧 是 殿下 殿下 你的權限就是中王府嗎? 我真沒想到 我自己那麼容易相信別人 那麼膚淺 冷狀元 你不喜歡這次相見 可是 可是什麼? 我只是想寬鬆一下你的神經 冷狀元 否則的話 你們怎麼能這麼順利的見面 你什麼也不要說 今天不是你的主角 是兩個男人見面 請坐, 提督大人 冷狀元, 你也坐 請坐 不多, 一人一壶, 喝完沒止 至於蔡瑶, 孟將軍 別嫌寒酸 平日小卓只求暢快不求封解 不過中王 對於一個死囚犯來說 未免有點太節約了吧 漢人的習慣好數為三 來 咱們喝法都隨便 但必須三次喝完 乾 我自認為很寬容 能容下別人, 容不下的人 可只有一個人, 我無法容忍 陳廓川 不是嗎 我是說你們阻礙了我們通往天堂的路 可你們擾亂了大清的江山 擾亂大清江山的不是我們 是你們自己 這倒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說法 沒聽說過 你還沒有看到過嗎 你們大清都做了些什麼 人可以不怕死 但沒有一個人不珍惜自己的性命的 你跟我說這些幹什麼 讓我贊同, 理解, 造反 一句行江死亡的僵尸 對你們就那麼重要 你們是什麼 我們都一樣 不, 絕對相反 你們是一批吸附在僵尸上的蛆蟲 而我們可為天下的百姓開創一個新天地 大清國給了我骨肉 當他需要我的時候 我的選擇只有一個 那就是用我的生命和鮮血來償還他 上天把智慧和才華賦予了你們 真是瞎了眼 上天把智慧賜給了你 上天把智慧賜給了你 我也為他感到遺憾 你不該叫梅花將軍 該叫孟大膽 鍾阿 我該上路了 慢 請 送他走吧 殿下 鍾王府的令牌天經任刑 孟家軍 戰場上見 為甚麼放我 人才屬天下共有 我不忍心在我的手中毀壞 鍾王府的令牌天下共有 不忍心地 你我各為其主相互共勉 我要說的只有一點 倘若大清不幸, 天朝軍臨 我定將赴京請罪 侍奉安前 這才是你孟將軍 這才是你們 我說的不對 想知道我是怎麼想的嗎 天王入地 我入地獄 天王升天堂 我升天 天王 冷撞眼 你可以不回來 這 你怎麼了 我想回去 回哪兒 我現在能回哪裡 難道要回關寶大院 我可以娶你 你是大興國的提督 而我是天朝 是太平軍的女狀元 我知道你是被逼的 不, 我是自願的 陳闊川連他的親弟弟 連九將軍的戀人 他都不放過 更何況我呢 他敢 這不是你的心裡話 孟大哥 你知道的 他敢 那… 當然了 這並不是我離開你的原因 孟大哥 你還記得我跟你說過的一句話嗎 在冰冷的墳墓中 你是開啟木門的一把鑰匙 記得 我當然記得 我怎麼能忘了呢 你知道嗎 透過木門 從裡面的世界看上去 他是那麼的窄 那麼的小 可我現在已經出來了 你到底要怎麼樣 如果我沒見到陽光 沒瀏覽過山林 我沒見過大地 我… 你瘋了嗎 你…你瘋了嗎 你回來 回來 我愛你 孟大哥 我已經沒見過了 我快去死吧 快去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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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看錯你, 冷狀元 殿下 為什麼? 獅子架上的天凶正愁苦臉望著你 他期待著, 期待著迷途羔羊的迴返 既然你已經踏上了通往天堂的道路 為什麼還要左顧右派? 難道天父天皇的光輝就溫暖不了你的心嗎? 殿下 你是屬於天朝的 你是天朝的女狀元 你還是屬於天朝的寒蝦? 指哪打哪 收发由心才能指哪打哪 既然是面对面 既然是面对面 你干嘛不一枪把他打死 为你也为我 废话, 少跟我卖关子 为了你不失去义中人 为了我不失去良心 你这个人还有良心 我打你, 你为什么不还手 只要你开心, 就多打几下吧 大帅, 大帅, 大帅 快, 快, 快 大帅, 大帅, 大帅 大帅, 大帅, 大帅 大帅, 你看哪 大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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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见到他了 来, 干 废话 大帅 要不你对我发那么大的火 对了, 你为什么不留住他 一两句话 说不清楚 老孟, 你是旁观者 看得应该比我清楚 你说我这个人 在女人方面 你是不是特别倒霉 这么说呢 男女情势 不论成功只论缘分 世上女子千千万 人间男子万万千 对, 有的有缘无分 有的有分无缘 要是有缘有分的 那就难说了 佛说 人修七事 才能够同床共战 老孟 你说话永远是这样 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什么是缘分 我不懂 缘分在心 只要心中有那份缘 哪怕是 关山隔万里 生死两茫茫 就都不重要 好 沉沉的心 如云岸天地 你 瞬间的光明在瞬间失去 看见你又离开了你 啊 融入不再一宫面不平均 有花紫下说 我给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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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久相遇 梦中的你 如梦般迷离 似水里让青珠水远去 不知如今你在哪里 啊 痛在我心里不能停歇 有花枝想说给你 来到我身边 成败在一起 永生永世永相遇 是 未经许多了 云飞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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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